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来围观 现在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已经慢慢的要进入白日化了 拜登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民调似乎都是领先川普 所以现在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副手到底会是谁 有没有可能在选好副手之后呢 跟这个川普团队的民调之间的差距可以越拉越远呢 这个副手到底要怎么选呢 这现在大家十分关注的 尤其在现在的社会运动 在反非议歧视的示威席卷全美国的大背景之下 到底要选谁 这是令大家非常的应该说十分关注的 现在大家都认为呢在这个大五的这个风潮之下 也许选一位非议的女性做搭档是比较适合的 而且在一个大家认为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Emi Kobachar她决定要退出角度之后呢 现在选择一位有色人种女性做搭档的这样子的声浪是越来越大了 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呼声最高的呢 就是加州参议员Camila Harris也叫做贺锦丽 她是认为现在最热门的一个人选了 她是亚马加与印度移民后代 有非裔还有亚裔的双重少数族裔的背景 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她是高调支持警务改革 她跟植加州在加州呢有非常大的募款能力 也担任过加州的总检察长 如今担任参议员从政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 再来呢就是密西根州的州长Gretchen Winner 她在前几个月之前呢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受大家知道 在防疫上面她的果断错举 对联邦政府的防疫不利的一个延避拼频呢 让她成为总统川普攻击的目标 在美国国内现在知名度是迅速的上升 在目前政坛当中她是47岁相对年轻 不过呢是有一定的执政的经验 所以现在尤其在密西根州这边呢 更是美国大省的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如果当她来当副手的话呢 相信这个区块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那另外呢还有一名泰裔的参议员 谭美达克沃斯 他在伊拉克服役的时候 驾驶的飞机被敌军击重 所以失去了双腿 不过在军中服务多年 退役后担任美国退伍军人 事务助理部长 随着当选联邦的众议员 还有参议员 从美国史上第一位泰国议的女性议员 还有第一位双腿截肢的女议员 他的这个政坛可以说 深爱当中是十分的传奇 所以是不是可以来帮助拜登 吸引当地的选票 他为这个他代表的伊利诺伊州 来帮拜登来吸引选票呢 这大家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 不过他的知名度 其实并不是算是那么的高 那再来呢 就是知名度应该是在所有这些 这个大家认为是 可能会被选上的名单当中 可以是数一数二的 就是 Massachusetts的联邦参议员 Livis Warren 他的这个总统竞选之路 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林队澳一度是走高 吸引了大量的左翼支持者 有望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但后来呢 却是选情一路下滑 没有办法抵挡党内温和派的参选人 也没有办法来击败 同属进步派的桑德斯 黯然退选 不过他的这个支持度 还是非常的高 是不是可能会来担任 拜登的副手呢 他虽然说他认为自己是有 这个美国原住民的血统 不过呢 这个大家还觉得他是一个白人 所以在这方面呢 如果在目前运动上面的考量的话 可能他就不会是一个 呼声这么高的一个 这个参选者了 那再来呢就是非议的民主党人 史黛西 艾布拉姆斯 Stacey Everett 他是2018年在乔治亚州长 选举当一战成名 以1%的微弱差距落选 随后以共和党涉嫌打压 非议选民投票权 唯有拒绝认输 引发争议 损害他的政治形象 不过呢 他是民主党内的政治猩猩 他的年龄跟族裔呢都可以完美的弥补 拜登的短板 所以现在他其实在这当中是一个呼声最高的 其中一名副手的人选 再来呢是年轻而且精力搓配的 亚利桑那州参议员 叫做克利斯腾西尼玛 他是2018年的中期选举当中 击败共和党对手 成为30年来第一个赢下这个州的参议员 席位的民主党人 那他所在的地方呢 这个亚利桑那州 也是逐渐的这个在辩蓝当中 所以如果说他来帮忙拜登来确认这个地方 亚利桑那州这边会投给民主党的话呢 那会是非常有利的 再来呢是在George Floyd死后 全国抗议开始发生之后呢 亚特兰大的市长叫做 Kisha Lance Bottoms的一个电视访问当中呢 就让他赢得了全球的注目 他在这当中就说他作为政府官员 与非裔母亲的两男 这个演说就感动了不少的美国民众 在这当中呢他就解释 他是如何劝告他12岁的儿子 不要玩手枪以免导致警察注意等等 所以他的这个目前在民主党内的呼声 其实是蛮高的 不过呢他现在是在第一任的市长期中 所以他今天也许会稍微欠缺一些 再来呢现在说到第八个 就是在目前美国民众的这个社会运动 还有要求警务改革之前呢 众议员名字叫做Val Demons 就已经在拜登团队的观察名单上面 那现在呢曾经担任过佛罗里达州 还有奥兰多市警察局长的 他的这个背景呢就更值得关注了 他现在似乎是已经接受了拜登团队的提问 以及背景的调查 不过呢他的知名度跟从政的经验 现在比较起来似乎是比较缺乏一些 那还有叫做Susan Rice 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 她是外交经验最丰富的一位 根据媒体报道呢 拜登的竞争团队正在非常广泛的物色 非裔女性搭档 已经完成了对于Susan Rice的背景调查 她是欧巴马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 曾经担任美国联合国大使 与时任副总统的拜登 是密切合作过 那再来呢就是 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希望可以成真 如果说你今天是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的话 但是应该是不太可能成真的 就是前第一夫人Michelle Obama 她在美国的人气是非常的高 可以说是民主党的拉票神器 如果欧巴马这个名字 再次出现在选票上面的话呢 相信会极大的来鼓动民主党的支持 出来投票 尤其是非裔的选民 更何况拜登的一大竞争策略 就是要延续欧巴马政府的政治遗产 不过呢有人就认为 Michelle Obama他如果出来的话 光芒可能会压过总统候选人拜登本人 这个呢会是副手的一个大忌 而且最大的障碍就是 Michelle Obama他自乎是完全没有想要从政的这个意愿 他在2018年11月出版的自传 《成为》当中就明确表示 他没有任何竞争的意图 他从来都没有 里面还记录了 欧巴马从政之后对两个人婚姻带来的负面影响 显然政治对他来说呢 并不是他喜欢的 也不是他想要的 也不是他未来想要追求的 他说我从来不热衷政治 过去十年的经验几乎没有改变这个想法 我依然是十分反感 他是如此的肮脏 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十名的可能的名单当中 到底有谁比较可能会成为拜登最后副手的人选 是哪一位对川普来说杀伤力最大呢 那如果您有想法的话 欢迎您留言来告诉我们 以上日经验来为观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